感謝各位今天最後一場我自己來做壓軸 我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來自ONICUS實境互動工作室的許哲豪 熟悉我的人大概都會叫我Jack 神奇的捷克那個什麼都搞得定 我平常工作主要是在做一些AI顧問的工作 協助大家解決一些有的沒有的問題 但是網路上可能大家可能會有人更認識我另外一個名字 叫做史蒂芬周 就是如果你是上到那個 只要在網路上打TinyML這個關鍵字 大概中文的文章大概我猜應該差不多三分之二應該都是我寫的 那我會滿熱衷分析分享這些資訊 那所以我也創立了一個叫做HAI台灣的一個FB社群 那個QR Code就貼在那個黑板上面 還有外面門口都有 那如果想要Follow一下這個 我每天都會更新一些資訊分享給大家 那因為剛才有一些朋友說 我們今天講了一整天 但是不知道那個資訊要去哪裡看 那本來這個不在我的講題內 那我這邊我就順便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好了 好 那如果大家打這個關鍵字 Only X3 這個字 那你進去以後 這邊有我寫了很多文章 但是因為太多了 可能這個是我前兩天才發表的 就是像SkyMiner最近他們在那個MLPub上面 Tiny有很好的表現 那我也寫了一篇文章 在做這個分析跟比較 那如果大家希望學習一些 比較有系列一點的資訊 那不管是Tiny Air 我本身像剛才那個第一個 就是下午場第一個講者那個Intel 他介紹OpenVINO 我本身也是OpenVINO的職業寫手 所以如果大家進到我這個 就是部落格網站的時候 那你點到這個系列發文了以後 然後新版的這個系列發文裡面 我這邊有整理了非常多相關的資訊 包含Tiny AirMail的專文 包含這個OpenVINO的專文 我OpenVINO已經寫了很多年了 那Tiny AirMail這邊包含 像剛才有提到有視覺的啦 然後有什麼Edge Impulse的 或者是MCU加NPU的啦 然後還有各式各樣這些 台灣一些MCU市場的一些狀況啦 那我最近每個月我都有幫那個VMaker 那邊在寫Edge AI的專欄 那每個月都有不同的題目 那今天我要分享的這個題目 也會在下個月變成專欄 那如果今天講的不夠仔細 因為今天時間比較短 那有一些說實在 今天不是成果的分享 而是如何享受失敗的分享 那當然我會把它繼續完成 不然下個月專欄我就出不來了 但是今天還是有些成果 而且我覺得做不出來 你們學會 因為剛才前面五位講者 講的都是告訴你 哇好簡單 丟下去他就會跑了 那我今天要來給大家稍微負面一點 就是我們做Open Source 你如果敢用Open Source的人 基本上你如果沒有相當的功力 那你只會遇到一堆鐵板 那如何解決這些 然後如何抓到重點 來做這些或許會更有趣一點 好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這個分享 那如果這些資訊講的不清楚 或者是還沒聽過癮的 那個沒關係 待會兒大家就可以來 好 那我現在要開始我的簡報了 我就按一下我手上的 開始了 那基本上 我的手上的這個 看起來像運動手環的東西 它就當場變成簡報筆了 那為什麼它可以控制咧 大家覺得咧 我用的是什麼 我用的就是 因為我的筆電有Bluetooth 那我就把它模擬成一個Bluetooth的鍵盤 按了F5 大家如果常常在播簡報都知道 按F5它就會跳到簡報第一頁 那按Page down 好 那我再按一下 好 它就播到下一頁了 那我事實上我在前不久的 就是VMaker的那個專欄裡面的話 我大概 幾個月前我寫過一篇文章 那時候我用的是另外一種寫法 好 那我們一般大家都可能拿過這個簡報筆 如果稍微有點那個 很早以前就開始在用這種 簡報筆在做簡報的人 大家就知道 早期是用紅外線的 所以常常每次都在找那個電腦在哪裡 你如果沒對準了就 遙控它都沒用 那後來開始我們有無線的 那可能就是有那種專用頻率 或者是它直接就走2.4GHz的 那像我們的Bluetooth或Wi-Fi 都是走2.4GHz的 就常常有時候會被干擾 就比較討厭一點 那後來像有什麼 還有Zibby的遙控器 或Bluetooth 那Bluetooth可能現在 因為跟鍵盤滑鼠 這些大家都統一了 所以可能使用的人會更多一些 所以可能使用的人會更多一些 那我又按一下 表示這個東西是有點用的 那我5月的時候寫過一篇文章 那時候我用的是一個比較AI的技術 那這個不是沒有AI 是再更小的 那這邊的話我們用的是Webcam 在PC上面 用Google的一個叫MediaPipe的一個函視庫 然後去偵測我們的手勢 那因為那個MediaPipe 它除了可以偵測我們人體骨骼資料 它也可以偵測我們的手 那它預設了7個姿態的手勢 那我們就借用那個手勢 來代替我們的這個上一頁下一頁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之後可以去看一下我這篇文章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換另外一種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可不可以像早上 如果有聽過第一堂的 早上第一堂有在的 舉個手我看一下好嗎 大部分都沒有 那好 那我就再重講一遍 那早上我們第一節課 我們請Sociori來介紹的時候 他就有提到說 我們在這個Motion Sensor 就是我們俗稱的叫做運動感測器 IMU這些東西 事實上如果表測我這樣揮揮手 是不是可以讓我換下一頁 這樣是不是看起來就跟這個就很接近了 好 那我這一塊板子 現在放在我手上這個東西 就跟大家帶的運動手環基本上是類似的 只是說我們看起來更 更像Maker在做的東西 更像我們Open Source 那這一個部分今天來不及了 因為我已經連續好幾天沒有睡好了 你知道很倒楣喔 通常你越要展示的時候他就越容易出床 我的那個LCD OLED LCD 那個手不小心壓中了一點 他就直接崩給你看 所以他今天不會亮 好 那事實上他很簡單 他用了一塊很小的一個開發板 這個是雖然是大陸做的 但是基本上他裡面的主晶片是Nodic的 就跟Arduino BL1Sense是同一顆晶片 然後他們把它取了一個名字叫做小 SIAO 他們這個系列有七種款式 包含有USB32的 有那種一般SAM小型的MCU 也有像這種比較中型 Codex M4的 好 那很簡單 我就用一個i2C接到一個OLED 這樣可以顯示幾個字 那我再加兩個Push button 讓我可以操作 那這個板子有個好處 他直接上面就有電源管理IC了 所以我可以直接接離電池 他可以插的USB我就可以直接充電 我不用另外額外去買 那如果你是用Arduino BL1Sense的話 你還要另外買電源管理IC 就稍微麻煩一點 好 那它的本身它一樣 跟那個BL1Sense一樣 它是有Bluetooth的 所以 好 那所以它基本上是可以用來取代 這個Arduino Nano33 這一塊是現在只要你學TinyML 絕對是入門款 只不過因為去年那個疫情的關係 整個電子零件全部都漲價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都推第二代的產品了 那以前大概1300就買得到 現在已經大概要2000出頭了 那我手上這一塊就是SEED ASHAO 它叫做NRF52840 那實際上就是這一顆主晶片的那個名字 主晶片的名字 那它把原來Arduino Nano33的一些功能拿掉 原來Nano33上面有五六種感測器 它只留下了麥克風跟運動感測器 而且原來是9軸現在只剩6軸 因為地磁感應器絕大部分都用不到 好 那這一款它有一個雙胞胎兄弟 是連感測器都沒有的 更便宜的寬 所以如果你在網路上買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一定要有看到那個 有Sense的那個字 才是 沒有的話你就會少掉那兩個感測器 這樣就比較麻煩 所以它很小 你看我現在戴在手上就這麼大 我就是把它疊在一起而已 所以實際上 好 你看我現在戴在手上 這個就是我實際上裡面的電路板 那因為那個我自己用手汗的 所以看起來比較醜一點 那沒關係 那個如果自己之後開那個電路板的話 可能會看起來好一些些 好 那這個板子的話 基本上它還滿簡單的 就是一塊主板 一顆電池 一個偶類的顯示器 這樣就組合在一起了 好 那所以我們做一個AI 早上大概可能有 或者是剛才前面的講者也都有分享到 我們事實上做這種小型AI跟大型AI 有很大的不一樣 那小型AI我們更著重在說 怎麼樣把這些模型弄得很小塞進去 那當然它本身的這塊板子 能控制的東西也很有限 可能等級不一樣 那我們如果以ARM 因為ARM的MCU單晶片 大概佔了全世界90% 都是ARM的天價 從Codex M0 M0 Plus M3 M4 M7 還有現在新的可能還有加上NPU的 M55加U55 那現在大家的手機 可能是Codex A的系列 如果是工業用途可能是Codex R的系列 那現在也有A加M或A加R R加M的這些都有 那從一兩塊美金一直到一兩百美金都有 那就看你做什麼用途 如果我們手機的可能一顆就好幾千塊台幣 那如果像我們小型的話 一顆大概幾十塊台幣 那就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如果要讓這個東西 可以運作在AI的環境下 像剛才我們張老師提到的這個應用來講 他要有一些AI的開發工具 那我們要把它整個湊齊來講的話 基本上你總要讓燈會亮吧 你總要我按鈕按下去能反應吧 這最基本的 那再來我要讓顯示器能顯示吧 那你可能是OLED的 或I2C的介面或者是SPI的介面 你有可能是TFT的LCD尺寸螢幕大一點的 那你可能要有繪圖函視 那這些東西是不是原來Arduino就有提供了 如果沒有你可能還要自己想辦法寫 或者是請原廠的廠商提供這些資料給你 那我這邊大部分用的是比較通用型的 那當然我們這邊有Bluetooth 那大家也知道Bluetooth它可以做很多用途 包含可以做一般的聲音傳播 或者是我們這個鍵盤滑鼠的模擬 都可以 那有的是拿來做耳機 那有各式各樣的用途 所以它搭配的不同的profile 它運作起來就不一樣 那Arduino在這部分來講 它雖然有支援 但是不是每個廠家都有支援 所以要用的時候可能還要稍微挑一下 那目前我們這一塊的話是原則上Arduino可以支援 但是它可能要搭配特定的型號才可以 那我們有了這些基本可以控制IO的這些硬體裝置以後 最困難的地方就是在我們做資料搜集 那什麼叫資料搜集 比如說影像我就要去拍照 要去取相 你可能用webcam 你可能用相機到處去拍 那如果是聲音你就要有麥克風去錄 那像這種板子上面 它本身自己就有麥克風了 所以它可以直接錄音 那它有運動感測器 比如說我要測量你的上下左右的運動啊 那這些 那我們蒐集的時候 可能用了一個感測器叫做LOSM-6DS3 就是在那個我們剛才那塊小開發板上面 它就有一個感測器在上面 那它雖然會發出信號 可是它因為我們運動的程度會有很大 可能有的是輕輕的 就好像你買電子秤 如果你今天要測一個1公斤的 結果你去買了一個100公斤的秤 那你秤那1公斤可能就不太準 也不太容易表達出最大的狀況 那這時候同樣的道理 我們一般這種感測器它可以量的範圍都很大 可是它通常只會給你使用一小段 你可以自己選 比如說我要0 我們知道蘋果從樹上掉到地上 大概是一個重力加速度 那你可以限制說 比如說我要看0到2G 或者是0到4G 或者是0到8G 那這樣的話你可以變動 你可以看到的反應就會 範圍就會比較大一點 那缺點就是什麼 那個精細度會隨著你那個範圍就會 也會變粗一點 那就跟磅震一樣 那你大概自己講 這是一種 你產生訊號以後 它源源不斷一直輸出 就好像泉水一樣一直冒出來 那你什麼時候才去撈那杯水來喝咧 就是你自己決定 那所以它現在有幾種方法 一種就是你一產生的時候 我就把你收集在一個類似像 compo的一個欄位上面 那待會我就把它存成檔案文字檔 就像Excel的那種CSV檔 文字檔 那另外一種就是我也不管 我就一直往外送 那對方有沒有收到 那就不管 由另外一邊來決定 我什麼時候在收 那這樣的話 有確保我有源源不斷的資料以後 我才可以把它送到我們的這個模型裡面 那多少才叫夠 那就很難講了 就是要看你做的題目是什麼 那比如說我們現在如果是做的是Motion的話 Motion就很麻煩 因為每個人手上 只要稍微動一下 它的SYZ就不一樣了 那我們最主要會有兩種感測器 一種叫做加速度計 就像蘋果會從樹上掉下來一樣 那加速度的話SYZ三軸 前後一軸左右上下 然後另外一個是腳加速度 就是我們俗稱的陀螺儀 它是在算轉動 你可以是這樣的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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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在算轉動的腳加速度 好 那每個人的姿態可能千奇百怪 那比如說我訓練一個畫圈圈 那個可能你這樣子 這樣畫小一點 畫大一點 你如果沒有收集足夠的資料 你就沒有辦法做好訓練 那模型就變成 除非你自己來每次都很固定 就這樣子畫圈圈 都不能變喔 你自己來你都還不一定能畫出一模一樣的 好 那我們收集好的資料 然後丟給模型 那說實在的 在TinyML上面 你說要什麼要自己設計模型 大概也輪不到你設計啦 因為它的空間很有限 所以我們大概能選的 就是比較現成 比較方便 比較好用 就直接抓來用就好了 不用自己頭痛 那了不起就是 層數不夠多加兩層 然後那個節點數不夠 再多加幾個節點 這樣子就可以讓它 表現的稍微變好一點 這樣就夠了 那不需要搞像我們在PC上面 搞了什麼很複雜的那種網路結構 這個倒不必 好 那再來的話 就是剛才前面也提到 像Edge Impulse這家公司 它很厲害 2019年成立 到現在已經被 才4年 才已經被投資的 將近超過21台幣 到現在還沒賺錢啦 不過全世界使用者 從剛開始幾萬到現在 已經大概十幾萬 將近20萬了 那很快才幾年的時間 那全世界各大廠幾乎所有 如果我們講開發板 能被支援的 他們是現在 檯面上你去查 大概就有30幾家 有一些被他拿掉的 加一加可能大概是50家 我們台灣現在有被支援的 大概只有奇景 然後其他的應該都還沒有 那模型訓練完了以後 我們就要部署上去 那就像剛才前面的 張老師提到的這個 就是說 它事實上在做 部署之前 它已經會先估一個 大概 我記憶體的使用量 跟我那個 Flash儲存 全重值的大小要多少 它已經先會幫你大概估 那你看OK OK的話 你就把它部署下去 所以這邊還會用到一些軟體 就是說 當我把它部署下去的時候 它會有兩種的輸出模式 第一種叫做 你不用寫半行程式 那輸出對不對 輸出上來去了 它就走標準的COMPO 我透過UART傳出來 那它給你的就是一些字串的答案 而不會去控制任何實體的東西 這是最簡單的做法 那你說那我PC接到了 或者我其他的device用COMPO接到了以後 那我自己再去解譯它 比如說1代表什麼 2代表什麼 你自己再去解 這是一種做法 第二種就是 這個我可能要加個燈 比如說我揮揮手 那可能這個燈要亮 這個上下揮動的時候 另外一個燈要亮 那這時候你可能要加幾行程式 那你說我加到哪裡去 那你可能用的是Arduino 你可能用的是C語言 你可能用的是Python不支援 那早上的講者也有提到這個事情 現在Python沒有辦法支援 現在還是得要寫C 那所以Arduino來講它基本上如果透過HMPath的話 它會產生那個就是Arduino library 它是一個zip檔的格式 那基本上這個如果有寫過Arduino 比較複雜工具的朋友的話 應該大概就會比較知道 等一下好像多跳了一點 好 我們在用Arduino在使用這個 就是C的這塊板子的時候 我們叫C的小這塊板子的時候 大小的小 那它可能 如果大家有寫過Arduino的話 大概就知道 我們如果不是屬於標準的Arduino支援的 它就會要你先輸入一個 就是那個廠商會準備好一個Json file 然後讓你去把它 一些相關的Library一口氣幫你載進去 讓你比較容易去查 那我們只要稍微做一下設定 大概就可以做這些動作了 那另外來講 如果大家想用這塊板子 目前來講HMPath不算直接支援它 算間接支援它 那Arduino基本上 像你剛才裝了剛才那個東西以後 也會遇到一個狀況 你會發覺有兩個 一個叫C的NRF52Ball 一個叫做C的NRF52Embed 那Embed是我們Arm開發給 單鏡面用的作業系統 就好像你的桌機用Windows一樣 或用Mac一樣 它有一個作業系統叫Embed 那這樣的東西來講的話 那其中這塊板子上面的 Bluetooth的那個module 只有在這一個裡面才有 所以如果你裝了以後 它有點小討厭 就是你裝了以後 你會看到四個東西 但是其中只有一個可以用 這個是他們目前整合不太好的地方 也是我現在稍微有點踢到鐵板的地方 就是我要幫他把那些Library搬到一起 不然我到時候來編譯的時候 他都會跟你講說找不到這些韓式庫 好 那我這邊有 就是他們事實上他們有賣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擴充板 大家如果說我不太會做成這樣的一個 這麼複雜的板子 他們有賣那個現成的 也是有這個 只是說它上面沒有電池 但是也可以接 也是可以接 這個只是讓我們方便做開發做實驗用的 未來如果假設我哪天心情好去開一個開發板的時候 那大家只能看個幾點 大概就可以用了 那也算蠻方便 那這邊來講 我們通常拿到一個實體的東西 我們就要去測一下 然後我們要寫幾個簡單測 比如說我這個按鍵按下去的時候 它是不是有ON OFF的反應啊 我送一個ON OFF的訊號的時候 燈是不是有亮啊 那這些我們大家稍微測一下 那如果我有這種小型的OLED 那上面可能會有字 那字會有字庫的問題 就我要秀8x8的字還是16x16的字 這可能會有字庫的問題啊 那我的這些Library要去哪來 我要不要自己全部重寫 還好大家用的是Arduino 所以大部分的情況下 大概都有現成的韓式庫可以用 不過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用的是哪一顆驅動IC 比如說這個是用的是SSD1306 這顆算蠻popular 大部分這種小尺寸的都是用這一顆 那你的韓式庫就不用自己寫 人家那個Arduino就幫你準備好就可以用 不過這邊也是遇到小麻煩 就是說Arduino那邊是現成的 可是在SID這邊小這塊板子上 它兩個不在同一區 所以這時候整合上面也是遇到一些小麻煩 接下來我們如果有在做過Arduino裝置的 大家都有印象 i2c就是靠兩條線 我們就可以把很多device串在兩條線上面 包含我剛才講的這個OLED的Display 包含我的一些麥克風或者是一些數位型的麥克風 或者是一些數位型的設備 我們都可以透過 可是這時候你怎麼知道它到底在哪裡 你不曉得 所以大部分我們都還要寫一個小程式 去讓它傻傻的從1號問到127號 0號問到127號說 你現在在哪一個位置 哪一個位置有東西 我待會發命令給你才會反應 這是一個必要的動作 但是這個只要做一次 你找到了以後 待會你就把它寫到程式裡面去 假設我找到3C是我的OLED的位置 待會我就把所有的命令 就往3C那邊丟 這樣的話就可以得到一個比較正確的內容 奇怪 每次按都給我跳兩下 大概按太大力了 所以運動感測器也一樣 我們在做任何的開發之前 一定要先測試你所有的東西 都照你的意識動 如果沒有照你的意識動 你寫在座程式 你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誰出錯 這是我們在運用開源的東西上面 常常會遇到 比如說SEED他在他的官網上 提供了一個範例很棒 就叫你去讀IMU的資料 讀出來 結果他又很好心的幫你做了一個動作 因為如果像泉水一樣一直冒出來 你就很討厭你想把它讀起來就不行 那怎麼辦 結果他們在SEED原始的範例程式裡面 他就說你如果動大力一點 我再把資料送出來 結果很不幸的 到了那個Edge Impulse那邊 他說如果你沒有一秒 送兩筆以上的資料給我 我就當作你廢了 就通訊失敗 我就不要你的東西 所以說怎麼辦 只好把那些保護的那些層次全部拿掉 只留下說你就一直往外送 好 因為這個感測器上面有加速速器跟陀螺儀 我們可以反正就一口氣讓它一直往外送 雖然不一定要用 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讓它 這樣子你這個程式就不用一直重寫 可是問題來了 我板子只有一塊啊 我板子只有一塊 那我總不可能又再產生資料往外送 然後又再做這些資料的分析啊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通常這兩件事是要分開的 我這邊在送資料的時候 Edge Impulse那邊就專心收資料 然後來訓練 然後等你訓練完了以後 你把模型放進來以後 這段程式就全部被蓋掉 是不太需要存在的 但是部分的 比如說獨職的這些動作 還是會被隱含到那個新的程式那邊過去 不然你新的程式怎麼知道說 我到底是要看到什麼東西 好 所以如果你有一台電腦 有這個開發板 我們如果在還沒有跟Edge Impulse 做整合的時候 如果你只是很單純的 透過UART去把這些資料送出去的時候 用文字的形式送出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利用它 Arduino裡面內建的 UART的監視器 除了可以看文字的部分以外 我們也可以看這個數字 文字的部分也包含了 如果我剛才講 如果你沒有在做 Edge Impulse 假設它產生這個結果的程式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這個來監看也可以 如果我們現在只是我們自己在用的話 我們就同時可能有兩個數字可以看 設計手勢這個東西就很重要 這也是很容易踢到鐵板的地方 大家就想到 比如說如果一個往右 一個往左 這樣看起來很美好對不對 實際上 你手往右揮出去 你要不要手要不要回來 你手回來的時候 它會不會被當成往右的訊號 你有沒有注意到 那個交通警察在路邊指揮的時候 大家永遠都知道 他叫我們往哪邊走 不會走煩 明明他就隨便亂揮 你為什麼都知道 到底他是往左揮呢還是往右揮呢 你為什麼都分得出來 那是因為車子只會往同一個方向走 所以一定是往那邊走 可是我們在真實世界 我們的手會亂揮啊 所以你設計這個手勢 最好是怎麼樣 你如果是左右 這個我們假設左右是s走好了 上下角是z走前後是y走好了 我隨便亂講 這個不一定 因為跟它實際上的數值有關係 好 那如果設計一個手勢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我要做一個開始的動作 假設我往前推 或者是往前這樣子做一個拳頭的動作 它是前後移動的 那這時候我們這個方向是很穩定 而且只有這個y軸的訊號會特別強 其他兩軸的訊號會弱一點 但是你說我如果沒有很用力 我是這樣慢慢揮呢 這樣子訊號好不好 不好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TinyML這個領域裡面 我們大部分能分析的時間長度不會太長 所以盡量把訊號抓到1秒以內 所以如果你有像這種揮動的動作 最好它有一個鈍點 有一個重擊 這時候它會產生一個很大的shock 這個很好 因為它訊號很明顯 就讓你在做手勢辨識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出錯 你不要期待TinyML它有多厲害 它基本上也是傻傻的在那邊 一段一段在吃資料 所以沒有辦法這麼厲害 假設如果我想要讓它換下一頁的時候 也許我用左右這樣揮動 揮的時候稍微停一下 這時候我揮的時候 這個動作它就可以當作人不認識 或者是當作沒看到 這些都可以 上一頁的部分來講也許我就是 比如說做上下手勢 這樣syz我就分開了 那你說如果我要混著用 比如說我畫圈圈 那畫圈圈事實上代表了什麼 代表你sy都在動 不是sz都在動 那你畫的小一點跟畫的大一點 那個sz的變化可能會不太一樣 那甚至你如果手是這樣側著繞 你這樣傾斜個半度 然後這樣再轉圈圈 跟你這樣子轉圈圈 立起來轉圈圈 人看起來都一樣啊 可是對感測器來講 他已經插了10萬8千里了 除非你在蒐集資料的時候 要蒐集大量各式各樣的不同的手勢 甚至要叫不同的人來幫忙 蒐集這些東西 那有了這些以後 那比如說結束的時候 假設我做一個叉叉的動作好了 那這個叉叉的動作實際上 雖然我兩隻手一起做 但實際上只有一隻手有感測器 那這樣的動作是不是等於有點像是 左右移動的一個變種 那實際上就比較有機會去跟這個滾到 所以我們在設計手勢的時候 要嘛比如說你是波浪狀 或者是說比如說拍兩下 像這種比較明顯有瞬間變化 有一個軸向的瞬間變化的時候 這種效果就會稍微好一點 這也是比較容易失敗的地方 那因為我們今天時間可能不是很夠 我就很快速的講一下剩下的部分 那因為實作的部分 基本上需要大家真的有投入下去做 但是Edging Pass不要錢 大家剛才可能上一場的講者也大概有提到 這不要錢 大家可以任意的申請 那申請完了以後 你要開幾個project在上面 他也不會管你 但是他會管你的是什麼呢 因為你沒付錢嘛 所以你不能用太多 所以如果資料的話你就不能給太多 他是算分中的 假設我一秒鐘是一筆資料好了 假設我剛才的Motion 是一秒鐘算一筆資料好了 那他現在只能給好像20分鐘還30分鐘 所以26大概差不多1000筆左右 1000多筆左右 那如果你想要做更複雜 你就要付錢 他就可以讓你用久一點 讓你用久一點 那資料多一點 那資料多跟少會嚴重影響到你訓練出來的成果 那如果你今天只有500筆跟只有50筆 那500筆肯定會比50筆稍會好一點 不敢說一定好 但是至少會好一點 因為你兼容的多樣性 我們所謂的多樣性就是說 我明明知道這是一隻小狗 我不管白色黑色大隻小隻 我都叫牠小狗 牠只有分到狗那一類我不分狗種 那這時候牠多樣性就夠 就可以學到狗嘴巴尖尖的 耳朵翹翹的 那如果沒有耳朵尖尖 沒有嘴巴尖尖 耳朵翹翹的 那是叫貓嗎 那就變成你的採樣的 那同樣我的手勢 我的聲音 都有類似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開發上面還是會有一點步驟 所以基本上我們還是要安裝一些 所謂的Command Line的一個interface 就是說Arduino有一個Command Line的interface 然後Edge Impulse也有Command Line的interface 那牠必須要就是按照牠的步驟 因為這步驟還滿多的啦 就是照著作樣 所以TilinML現在在開發上面 說簡單也很簡單 然後就是你只要玩過一次 大概就會稍微比較容易抓到那個感覺 好 那我這邊都是大概 因為時間不是很夠 我就大概解釋一下 結果牠一開始我們用的 我們講說這叫非正規 牠用的是叫做Data Forward 因為Edge Impulse不可能支援所有的開發板 也不可能支援所有的感測器 所以牠就給了一個功能 就只要你像泉水一樣 源源不斷一直冒出來 我就把你收下來 那收下來的時候 到時候我就可以把牠跟我的那個 Edge Impulse的雲端介面連結在一起 好 那牠就會因為剛才那個動作 我就會在我的雲端介面上會出現 你傳資料的這個Device 那我們就可以更明確的用牠來收資料 我就不需要像剛才說什麼 要用文字檔去把它存起來之類的 我就直接用牠就可以來工作 這樣的話就方便很多了 這樣就方便很多 好 那一開始我們要收集資料的時候 假設我們剛才定義了四個手勢 開始 結束 向左 向下一頁上一頁 那其中我還多訂了一個東西 叫做閒置手勢 或者是未知手勢 那什麼 我在做簡報 我不可能手這樣一直擺在這裡 那我總會放下來 總會手在那邊晃安晃去 那這時候總不能我這樣子隨便動兩下 然後就給我換下一頁 這樣不是也不太對嗎 所以我們就要搞一個 你隨便亂擺的姿勢 讓他也學進去 而且這個量因為會比你在操作的時間多很多 所以你就要在採集資料的時候 故意放大多幾倍 讓他在訓練的時候 萬一看到一個模擬兩可的東西 也許會比較選擇未知手勢 這樣才不會產生太大的干擾 當然你如果選擇未知 就是說你如果你產生的時候 可能還是會有連續輸出信號或什麼 這時候你可能還要再加上一些 那HMPOS這邊有一個很貼心的功能 剛才那個張老師那邊也有大概提到 像Sensimal他們也有類似的東西 就是說我錄的時候是錄10秒鐘 一口氣錄進來 可是實際上我也許只做了5次的動作 比如說向右 向右 向右 通常我們向右的時候我就稍微停一下 或者是放下來 然後再向右 向右 向右 然後我做了5次 那這時候他就會幫我把這些訊號 自動分開 那你如果覺得他分的位置不太好 你可以稍微拖動一下 或說實在這個訊號 跟我要的實在差太多 我可以直接把它刪掉 這樣可以 讓我們在資料盡量接近真實 但是又不會太髒 太亂 當你把這些資料收集的時候 他就會會有大概的 所以我們剛才那一筆資料 你按了分割以後 他就會變成無筆 他每一筆就是1秒 我這樣陸陸續續收 你看他就收了3分11秒 所以3618 大概大概170筆左右 所以你去稍微看一下這個顏色 就等於是我5個資料 其中藍色比較大塊的 這個就是我所謂的未知手勢 當然這個很少 我現在只是隨便抓個30筆下去跑 所以他效果肯定不太好 這時候我們就要去建模型 這個模型也不用我們自己決定 這個就是他現在很多內建的 你直接用他的就可以了 我們剛才收了6軸的資料 我們可以只說 我只要加速度就好了 我那個假設加速度不要 這樣子會不會比較不準 會差一點 但是基本上你資料越少 你計算速度就會越快 反應就會越快 那這邊有一個東西就是說 window size 就是說我抓是抓1秒 可是我連續信號的時候 我多久要去判斷一次 它就會有一個increment increase 就是我一次移動0.2秒 這樣等於說1秒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5次的答案 那5次如果每次都跟你講說 我這是向右 可是5次都 也許有3次是向右 那你到底要算3次還是算一次 這可能就要再另外用程式去把它吸收掉 好 那它要做一些轉換的動作 把這些神奇的這些素質 變成一些特徵 然後再用這些特徵 再去做一些分類 那其中剛剛有提到說 像它會給你講說 我大概預計我要推論的時候 大概要多少時間 我大概用掉多少記憶體 因為記憶體通常比較少 那個flash的數量通常比較大一點 可能還勉強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參考一下 那訓練當然有很多 比如說我要選擇網路 然後這邊有一個重點 我一開始不要訓練太多次 先試一下 比如說先試個30次 然後它的這些學習率 它的網路的狀況 大概就先照著它的沒有關係 好 那它最後會產生一個東西 叫做我們混淆舉證 就是說你本來我往下一頁的 它是不是都分到下一頁了 好如果我只訓練30次的時候 它事實上有幾個是100% 但是這幾個才30% 40% 還滿差的 後來我就把它加到50次80次 還是不太好 我加到100次以後稍微好一點 大部分都已經落在這個 我該是下一頁 我該是上一頁 我該開始該結束 都已經漸漸分到它該分的位置 這時候效果就會比較好一點 當然跟真實世界當然還是不太一樣 因為畢竟我們才收集了幾百筆資料 實在有點少 好 那最後 當它要部署之前 它有很多種不同的硬體可以選擇 假設我選了Arduino 因為假設我真的待有要推動一個燈 讓它亮一下 或者是做一些什麼動作 這時候經過它產生轉換以後 它產生Arduino的Library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轉到我們的 它會產生Arduino的Library 然後我們再把它吃進來 吃進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手勢辨識的部分 手勢辨識的部分 它就會從Serial Monitor 就是我們所謂的Count Port Serial Port監視器 你就會看到一堆字串 它就會告訴你說 它這個標籤 就是我們剛才講設計好的 我在輸入的時候 做動作的時候 就要順便把這個字輸入進去 這時候它說 我這一次推論的結果 這個大概有60%的可能 這個大概有40%的可能 如果假設你定一個50%叫做Yes 它應該是要叫你做上一頁的動作 當然是不是 有可能是 有可能不是 看錯的機率有多高 所以我們可能比如說1秒反應一次 也許夠了 可是你在做動作哪有那麼剛好 它從那1秒開始 沒有對不對 沒關係 因為我們剛才在訓練的時候 就有讓它0.2秒移動一次 所以它就可以把那些狀況都吸收進去 當然講到AI怎麼去 把資料集做得更好 然後怎麼訓練得更棒 這個可能還很多問題 目前來講 我們只能說它資源是有 但是不是做得很理想 我大概可能這一陣子 會把它稍微整理好以後 然後我們把它開源到GeeUp上面 然後手勢的辨識會比聲音更不容易達到 是因為資料聲音 有很多聲音的資料庫 大家可以從網路上拿到 可是大家幾乎很難找到手勢 運動手勢的資料庫 所以要嘛就是大家乖乖 找一群人來幫忙建 收個幾萬筆 像台灣在做語音辨識的 他們之前也是開源 叫大家一起來貢獻 那個大概都是百萬筆起跳的 才勉強可以做到這樣的程度 好 那今天我們的分享大概到這裡 這個QR Code是我個人部落格的部分 跟那個牆壁上的那個是FB的 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我的部落格進去以後也是 第一個最前面也是會有連結 可以連到我的那個FB的部分 那我平常都會寫很多文章分享給大家 那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一下 那如果有一些想要討論的地方 那不曉得現場現在有沒有什麼想要問的 沒有 好 沒關係 那個通常都是這樣 麥克風放下來就會有人問 好 那我們今天很感謝大家熱情的參與 我們今天順利圓滿結束 好 謝謝大家